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股市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随着出货控制措施生效 中国的加合者出口大幅下降 中国房地产 为什么北京上海房屋销售的增长不太可能持续下去 2023年 美国对中基金在中国远远超过了本地竞争对手 中国的三足赛跑已比喻经济末日的四个地 请大家收看 随着出货控制措施生效 中国的加合者出口大幅下降 南华早报 由于北京对向美国及其盟友的出口进行控制 中国对加合者的出口在2023年大幅下降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 加出口的全年价值下降了三分之二 至847万美元 而者的销售额下降了8% 至4842万美元 分析师表示 这种下降可能只是个开始 因为北京正在积累对华盛顿及其盟友的技术限制 进行报复的武器 中国在这两个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占全球加产量的95%以上 占者产量的约60% 中国房地产 为什么北京上海房屋销售的增长 不太可能持续下去 南华早报 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 在最近放宽购房限制措施后 房屋销售量有所增加 然而 分析师警告称 由于购房者信心不足和进一步价格下跌的预期 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 根据新房和二手房销售数量衡量的购房情绪 在这两个城市都有所上升 北京的新房销售同比增长了38.5% 尽管如此 房价仍在持续下降 北京的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了0.8% 分析师指出 销售增加是由于供应改善而不是需求增加 他们预测 在未来几个月里 房价将继续下降 因为购房者信心低迷 开发商有动力快速出售房屋 2023年 美国对冲基金在中国远远超过了本地竞争对手 金融时报 布里奇沃特中国投资管理公司和2Sigma中国 在去年市场动荡期间 由于其对冲基金表现 优于当地同行 资产管理规模大幅增长 截至2021年底 布里奇沃特中国的资产增至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和56亿美元 而2Sigma中国在同一时期资产几乎翻了一番 这些全球对冲基金在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取得了两位数的回报 而当地资产管理人则面临困境 外国对冲基金在中国的超额表现凸显了全球资产管理人在该国的潜力 尽管其增长前景不温不火且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中国的三足赛跑已比喻经济末日的四个地 南华早报 根据分析师的说法 中国2023年5.2%的GDP增长未能让市场相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切都好 中国正面临四个关键挑战 债务 通缩 风险规避和人口结构 这些都给经济带来了压力 房地产行业曾占中国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一 但近年来迅速下滑 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9.6% 待行业仅占全国GDP的5.8% 为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三个新兴产业 技术创新 先进制造和现代化基础设施 来填补房地产行业留下的空白 然而 这种转变需要在供需两方面进行重大改变 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政策支持措施 但这些措施尚未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去年民间投资下降了0.4% 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8% 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中国人口正在迅速减少 出生率创历史新低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内容 首先 中国的加合者出口大幅下降 这是由于北京对向美国及其盟友的出口进行了控制 分析师认为 这种下降可能只是个开始 因为北京正在积累对华盛顿及其盟友的技术限制 进行报复的武器 中国在这两个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这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一定的挑战 其次 我们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 最近 北京和上海的房屋销售量有所增加 但分析师警告称 这种增长不太可能持续下去 房价仍在下跌 购房者信心低迷 开发商有动力快速出售房屋 因此 未来几个月里 房价可能会继续下降 接下来 我们看到美国对冲基金在中国表现 优于本地竞争对手 这些全球对冲基金在去年市场动荡期间 取得了良好的回报 资产管理规模大幅增长 这凸显了全球资产管理人在中国市场的潜力 最后 我们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GDP增长虽然达到了5.2% 但市场仍然对中国经济的表现感到担忧 中国面临着债务 通缩 风险规避和人口结构等挑战 政府希望通过技术创新 先进制造和现代化基础设施等新兴产业 来填补房地产行业留下的空白 然而 这需要在供需两方面进行重大改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个人认为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不可忽视的 但同时也存在着机遇 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升级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经济发展 我们期待看到中国能够应对挑战 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